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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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不过我们看到他推出了一个系统 叫做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叫做中国自己弄一款的兵推系统 所以我去看看 究竟他的兵推的实力去到哪里 当然他里面牵涉了一些数据 我和陈博士一起看 他里面有些数据 我当然不知道 他有问到陈博士 给了一些意见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都要做一做 第一就是说一下这个模特儿 究竟说中国如果他的东风导弹去打核无栏 会产生什么结果 第二就是产生这个结果 他们需要用多少的资源和牺牲什么才能做到 第三个就是其实他这个模特儿 他本身想暗示一些什么的能力 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双方的实力差距 甚至乎是中国常常强调他们的反介入区域距止 A2AD这个战术的优异之处 或者不足之处 是什么呢 当然去到最后 我和陈博士一定会评论 这个模特儿有没有他的信心 可不可信的呢 有没有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呢 所以今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下 当然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忙给点赞 也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园和科学新智 多谢大家 好 先进去吧 讲起来 他有一个冰推模特儿 说这件事 首先开始我们也要轻轻说一下 其实这个研究里面做的事情 我觉得目的目的就是 这是很简单的 目的目的目的就是要看究竟如果它去發射这个反舰飞弹 大家知道 它的反舰飞弹 不是我们纯粹说北约 美国那种在海上去巡航的飞弹 而是用弹度飞弹那种的角度 由天顶去打下去 他讲到这种模式的反舰飞作战 包括他要做多少的齐射 几多枝飞弹,中间要不做一个D-Guy有敌,要射几多飞 这就是他们如何无疑打击到战斗群的情况 他们有个假设在台湾以东,大概175公里至180公里左右 这个距离是广告明的,广告明是一架美国的福特级,针对着最新的那枝 里面有一架是巡洋舰,当然是一个厉害的巡洋舰 有四架至五架的D-D-G,就是普通的神通驱逐舰 不计计任何潜艇,也不计计对方会用潜艇偷你鸡 纯粹只是说中国是红阶,对面是蓝色,红方蓝方 他们设定一个阵地,我们观察大概在江西 或者在江西阵地,在安徽,或者在湖南这些进入小小的地方 再发射这些飞弹去做攻击 对加我们说到,美国那边的巡洞 就会有包括航空母舰最后防止的飞弹 巡洋舰一些拦截的,可以拦截到弹道飞弹的飞弹 再加上一些干扰系统,这些干扰系统的数据当然比较难拿 中国那边可能也有个假设 最后整件事得出了一个结论 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只要大约射到18点多的飞弹 就一定会打得爆你的 命中率有一定的命中率 所以大概如果我们粗一点,大概射20支弹 就一定是可以打得爆你的航母的战斗群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挺有趣的结论 还有中间要有些叫做decoi,就是有些叫有敌的策略 就是有时真有时假的去影响对方 亦都要针对对方的软性防御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子干扰系统 中间是要有些东西去结合,去引诱他们 结论大致就是这样去说的 所以陈博士说到这里 首先想问就是,他当然有他的假设 整件事,就是说他红蓝作战双方 有他的策略性 你有没有看到整件事,如果你觉得在做study来说 你如何评价他,包括他的设计 他里面用的,他有公式 还有你觉得他的数据等等的东西 你有什么讨论下去? 我简略说,我这些人 首先我不是看开军事 paper 的人 但是如果你给了一个这样的论文 里面有一个开始的责要 中间有一堆方法 之后就有一堆公式,最后有个结论 其实你会发觉,那个逻辑 其实你去论一样东西 各个的结构差不多 所以拿着这种设计去看看 究竟这篇论文他想说什么 开始就会看,它是说 你可以中国有能力打沉了美国的航母 是否这个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和中心结论呢? 我想这里要很明白 他这篇文本身想企图去讨论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决定就是说 是否现在美国航母要把上 要屈服于这个导弹那里呢? 这个我也是要解释清楚给大家听 首先,Larry你也有提到 它里面是说一个红蓝双方的无疑对抗 其实就是中美双方 它里面也没有提到 红方,即是中国那方 会是用一个什么的导弹 但是我唯有大约去猜 由那些参数大约去猜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 它也没有需要公开 尤其是在一个无疑作战的情况 它只需要用一些大约的参数 它没有必要好如实公开了 它现在有的武器 究竟那些参数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比如速度 它的命众率 它的优道系统有多有效 它全部可以给一个弱数就可以了 而且的确在这篇论文里面 它一达就达出一个数字 我那个的成功命众率就是80% 然后速度就是这样 背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就无从得知 如果这样说 是不是代表着它做的事 完全没有意义呢? 又不是 我就会说 你要看回他们最后 其实想去结论一下什么 其实这篇文章 整篇是讲一个导弹战术的文章 它是希望告诉你 你如何善用你的导弹 就于是达到你那个 可以攻击海上目标的那个效果 就算有同一批货 你懂得如何去射 如何去用 是那个导弹发射战术上面 哪一个为之有效一点的战术 是一个论文来的 就是说不好听 你射得多 你命众的机会总会是多的 我说到一个很夸张的一篇 你如果有能力一次射一百万枝 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 航空母艦艦队能留得住 对不对? 所以你也要很清楚 就是说 美方他们的航空母艦战斗群 他们本身的防御能力有多少 你要精确地掌握这个参数 然后也结合着 他们这种策略就是 你要有有道的导弹 然后重要的是 不要说是逐支 顺次追射 是需要某一程度的齐射 齐射的意义在哪里? 当你去防御的时候 同时要承载的运算量就会很大 希望拯救一些又快又多的东西 令到你自己也计不住 于是乎就走流了一支半支 于是乎就被命众 要打击这些这样的航空战略群 我会说 你大约要考验它的防御的运算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假设它本身已经是很有能力去精确计算的 但是任何运算的东西 它总有自己的计算运算负载的限制 你能够考验到这个限制 你就有能力去突破这个限制 于是乎就能够打击到那个航空战略群 但是这一点就是不用质疑了 但问题就是 你的导弹要有多漂亮 参数有多漂亮 然后你的战术有多漂亮 你才能够做到这个限制 它其实最中心是在说这一点 就是最后你想打到想打不到 那心里有数了 你在现阶段的导弹研发那里 用不需要做多些东西去改进呢 另外就是说 在你的战术上 会不会有些 我们旧有主张的战术 其实是没有那么有效呢 我现在这样的目的给你看 同一批东西 我用一个新的战术 可能会更加增加我们的成功打击率 我会说 它是在推销一个战术 以及应该有多多少少暗地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加多的资源 来去改进他们的导弹 也不出奇的 是 是 因为我们观察到 它似乎就是 那个篇章集中 就是说东风飞弹的声明 就是说它打击到的情况 他整篇都没有提过东风飞弹 整篇都没有提过东风飞弹 没提过东风飞弹 他只是说A和B飞弹 A和B飞弹 但是街外人猜 每个都是猜东风有一点 每个都是猜东风的 其实它有粗略说大致是怎么去打 但是当然你说如果它纯粹 只是根据它的数量的飞弹 其实它不是说很精灵的数量 就能够打击到一个航母 我们观察 十几只 二十只都不用 但是根据我们惯常观察 如果你说一个航母战斗群走出来 其实根据它们假设的模特 是说一手的巡洋船 里面可以射到一百二十二飞的飞弹 当然它不可能全部都是防空的 但是可能防空飞弹都占了一半 然后我们说阿里巴克的驱逐船 有四至五只 其实这里说正是防空的力量 大概是有三百支的飞弹左右 是可以准备去拦截这种 而美国是有数据的 我们看到它去拦截这个弹道导弹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SM3等等 拦截率我们当是一半 我当是很差 以往通常大概七成是合格 我当是一半 就是至少两飞换一飞 或者可能也要预三飞换一飞 但其实也未去到 overload对方的导弹系统 所以其实我也有一个疑问 其实它的研究是否会造漏了某些部分 还是它真的觉得它的特防上面有什么秘密的数据 我们真的看不到它 那枝飞弹做了一种潜力 无论你多少枝飞弹 你也是难过不了的 在这里又要讲这件事 我想现在你这样看中方的文章 其实不容易回答到这个问题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些文章很多东西是ad hoc 就是自己给了一个数字出来 它也没有再解释 这个飞弹A、飞弹B 它的能够成功命中率是80% 为什么是80%呢 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 你的命中率其实很视乎 你自己本身的导弹的导引能力 以及排除干扰能力 也要考虑对方的干扰能力 以及运算能力 你要考虑在内 而这些数字是可以随着时间变的 而你要更加准确地掌握这个数字 你问我 是应该要是实际的电子对抗 去拿这个数据回来的 如果你说这些电子对抗 它们一定有做的 那它们做得只不仔细 从而得出这个80%呢 那这个就是需要再 你要有其他地方去拿了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这篇文章 它纯粹是想推销它的战属的话 它是没有责任去如实公布 这些开头的假设数字 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它也不会作得太假来骗自己 但是它可能不妨把数字 作大一点 作漂亮一点 然后就是吓吓你也好 或者就是鼓励我现在国内 就是更加快迈进这个目标也好 明明实际上我的实战 无以对抗 我的打击率可能只有50% 还是70% 但是如果你努力 将它提升到80%的时候 那我这套战术就大快用场了 其实它也有意图 可能去说这些东西 首先就是 你也知道 就是中方处理这些军事数据的时候 很着重就是要展示出来 隐藏自己的实力 所以实质虚知 虚实实之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会首先假设 就是它没有责任去如实公布 它那个东风21D的导弹数据 所以这里讲的导弹A 它实际上有多真实反映到 那个东风21D的情况 是不是代表东风21D能够做到这个参数呢 这样是存疑的 但是我会就是说 它也成功去说一件事 就是说那个 十几支齐射 然后还有些有道导弹 分批齐射这种策略 是由它可取之存 而它的可取之存 所以它就体现了它在一个月后的一个模型 但是它的数学模型 你问我 它究竟做到有多复材呢? 这里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看到 它那个叫做墨子系统 墨子公里的墨子 墨子系统 我想它意味着墨守成规 墨子最擅长就是做 墨子整个本身在春秋时的预言故事 就是它在别人面前做兵推 对不对? 所以兵推系统就是 就是用肉摸纸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背后这个程式 它写得多仔细呢? 那么这个呢 你无论在美国的同类的报告 或者在中国 它都不会公开任何这个系统 是有多仔细的 那么它里面给了一堆方程式 但是你如果眨望我看这堆方程式 是很普通的几率运算来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统计学的模型 多于一个真真正正的牵涉到很复杂的 一些类似是数学方程 一些比如去到微分方程 去到一些叫做动态描述 你这个军事系统的模型 我暂时看不到有这样的痕迹 在这个研究里面 可能它本身有些更复杂的程式在里面 但是似乎在它今次这篇文章 去展示出来的那个运算 其实是一个很... 很... 牵涉到很简单的参数 放一些很简单的公式里面做运算 这个程式会带得去哪里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代表 一定是没用不好意思呢? 如果就着它是想推销它这个发放有利导弹 然后要分批齐射战术来说 我觉得是有它可根据合理之处的 但是是不是就完全能够代表到 最后出来的战争结果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呢? 这个我会存疑 所以说起我又想起最近就是乌克兰 它能够用到外国籍的系统去拦截备手飞弹 那个拦截率也相当好 差不多是百分百的拦截率 包括之前是拦截的一飞 之后又拦截了六飞 它是说你六飞是齐射的 它齐射六飞 它都能够用它的系统去拦截 很明显那六飞一定是针对基辅 因为整个乌克兰只有基辅有外国者 就是齐射基辅 那六飞都能够拦截 而且大家知道 匕首飞弹比东风21D更厉害 就是那个突防性更厉害 因为它是高超音速的武器 也是大气层里面 就是那个轨道的预测 比弹度导弹更加难去做预测 所以你会觉得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是2023年 尤其是这个季度出 刚刚新鲜季达出 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补飞的位置 又或者是说给大家 东风飞弹就没有匕首那么差 你不要以为 你一拦到匕首就很糟糕 我们齐射18飞 你都挡不住 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补飞的意味 我甚至乎 我会倾向说没有 首先你不是说的 东风飞弹会不会就必然比匕首 这件事又要很有趣 如果你看看东风飞弹的一个参数 它甚至乎有能力做到10倍音速或以上 甚至可能在说10倍 它作的数字就是 它现在做了一回事 就是说是否代表着15倍音速的东西 就一定比5倍音速的东西 就一定比5倍音速的东西 你要小心 还有一些比较短程的飞弹 和中程的飞弹 是不是一定长程比中程比短程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熟悉这些武器的时候 你很容易有一个答案 其实你会因应不同的场合 是适当地用的长程的导弹 在乌克兰这个例子 其实它那些导弹 都未必说得上是中程 它可以用中程 就是你在一个俄罗斯领土深入的地方发射 但其实如果说由俄罗斯射去基辅 你短程导弹其实做得到的 短程导弹来说 它往往那个速度的参数 特意不会做到太高 为什么呢? 你做得太高 就是你做5倍音速好还是15倍音速好呢? 就不是说越快越好 你如果有15倍音速 最大的麻烦就是 你的变方向的能力就会低了很多 于是你的轨迹被预知的能力 被发现、被追踪、被预测到你的轨迹 那个可能性就会提高了 所以反而短程一点的东西 你也会喜欢用一些灵活度高一点的东西 其实美军那些战斧巡航导弹 也会有三倍音速 甚至音速以下的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低速一点的时候 你又不是那么容易难倒 所以之外我也可以变化得很快 你快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如果你中程导弹 我是需要快一点的 因为我想快一点 令到你少一点时间去计 但是牺牲的代价就是 因为你飞得中程 又有速度那么高 你携带的燃料又越多 于是乎整支也会重一点 你最后又是会影响到你那个变轨的能力 当然了 你可能也会知道 真真正正能够做到巡航效果 就是说那些速度应该可放可收 甚至乎它自己本身有引申能力 如果说这些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的引申能力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如果说美国 它也不是这几年停在这里 能够进入你去搞的 无论是在那种攻防对抗 即是在实际自己模拟去对抗 或是在发展那种侦测能力 去继续有它的提升 其中一个很简单物理学的原理就是 当你去到这么高超音速的时候 其实出来的东西很热的 于是乎是热到一个地步 你是可以用人造卫星很容易 变得到它的讯号为变 所以你的追踪 就变得很容易有一个 可以被观测到的数据 去追踪到你的东西 很快射过来 如果你在说由江西或者安徽这些阵地 射到这个台湾以东海峡 就是说你预计可能都是那些公古岛 石门岛那些地方 那个距离大约是以千公里计算 中程导弹的距离 他们的速度是每秒可以做到十公里 你可以按照计算的时候 其实都是以一个以分钟计的反应时间 其实这个很简易就是说 美国的防御系统 如果你给到它这个以分钟计的时间 再加上人造卫星的讯号去协同的话 它就有预测轨道的能力 如果你可能会变轨 也都因应着你的导弹本身的重量 也都知道你变轨的范围大约在哪里 就是它最后出来的范围就是 好像你那些报道的台风消息一天后 两天后三天后大约就会散到多少呢? 就是那个大的范围的机率分布会是怎样呢? 就是它最后就算了这个结果 好了 到最后就是说 它现在说的这些东西是为了想咬什么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说到自己的东风21D飞 那个A飞弹比备受呢? 至少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没有办法证据得到 你没有办法证据得到 它始终最简单的是 它是想说战术 你有这个导弹的时候 你用这个导弹比你不用 其实就是这样 到了这枝导弹 会不会是最后废到 美国完全防止了呢? 它是没有责任去回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呢? 你纯粹看清如果是认真去对待自己 本身这个文章的流程去最后结论呢? 对于它是否有真正实力 有没有适当的材料去打击美军的航母呢? 还有它有没有做多少实际的模拟 或者它有多少实实地反映到它模拟的数据呢? 在这里其实就是完全是未知数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轻微的结论 你说以往呢 美国他们也有这些兵推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的兵推 和中国大学做的兵推 可能第一就是 这个会比较粗糙一点 还有陈博我们看到也是几业字而已 通常美国佬这些是做大概一百多版 应该说的 今次这个研究 它是不是真的要很忠实地 用到一些严实上兵推的数据呢? 它是没有必要的 它是没有责任去做这样的事情 它甚至很忠实地告诉你 它会被人说你要洩楼国家机密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是 我没有办法能够很认真对待它最开始的假设 但是我肯定的是 如果它背后真的收到这一手 是做得到这个参数比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策略就真的对美军有威胁了 这个就只能靠估计 不过美军它也是会尿敌从欢的 它也是会估计你 实际的威力是比paper上面写大的 它也会这样计数 它有些位置走斩 以及它发展的武器 它最多就估大了你 就更加能够抵御你 就好过我估差你 然后最后做出事 这个也是英国和美国这边 他们发展的武器 例如我们看到的高车胜速武器 英国和法国也是在发展 美国也是在发展 英国和法国都有高车胜速的武器 未来的能力可能会比较比较更好的 因为他们知道你这样的情况 要跟着你的規模来做 原来你做不到它做到 那就真的有个分别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作用 还有我们就看美国那边 会怎么回应 暂时没什么 还有我们会看中国这边 它推销飞弹的情况 会不会对它的导弹政策等等 产生改变呢 我们军武器人都会和大家 继续跟进好吗 好 今天先谢谢陈博士 大家记得 最后未订阅的朋友 都记得免费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点赞 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谈 再见 拜拜